目標是希望可以把除了美元、人民幣 歐元、美元、日幣等等的 每一個藍位一直到K K好像到11藍 所以-10藍,所以有10個藍 意思就是有10個圖 10個圖可以幫我畫在這個底下 然後每一個就是10列高、10藍寬 位置的話剛好就是M1、M11 然後應該是M21是類推 所以它其實有個規律的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規律抓到之後 然後再寫一個回圈 那這件事情就完成 你就不用每次都人工作業再來一次了 我想效率相差應該是10萬8千的 是啦 OK,所以請各位這個部分可以試試看 所以剛剛我們第一個這個問題要解決 哪個問題呢 就是剛剛我們要再把美元折現的 改成人民幣折現圖 那畫的位置呢 理論上應該其實就修改M11就可以了 這邊寬敦瓜這個不用改沒關係 只要坐標的部分改M11 那範圍的部分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這個地方跟各位講 這個range指的是範圍嘛 跟各位講 前面這個工作表1這個有沒有 其實我跟各位 因為我們目前畫的圖 跟那個有沒有 範圍是同一個工作表 如果是同一個工作表 理論上不用加啦 所以你不用特別加什麼 工作表1驚嘆號 另外的話 坐標位置 因為已經是固定的 所以錢的幅畫也可以拿掉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 假設你不想要看到這麼多程式碼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程式碼刪掉 這樣看起來就清爽多了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的不是連續範圍 這個冒號指的是我從哪個開始 A1是左上角 C36是所謂的右下 就是右下角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框一個框框 就是這個範圍 但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我並不是要這個ABC 我只要A跟C就好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把它分開來 A一個 C一個 不要B 那如果理論上這樣要怎麼改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改成兩個範圍的話 請你改成這樣子 就是把後面的A1跟C36 改成A1冒號36 這個是第一個範圍 那如果你要第二個範圍的話 請你直接在這個後面加一個斗點 然後再把這個範圍後面再加第二個範圍 就是叫做C1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C到C36 這樣的話就OK了 記得哦 就把它改成類似像這樣子 OK 理論應該這樣應該OK吧 我RUN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結果 RUN的結果OK了 有沒有發現 DEMIN B匯率就OK了 所以如果你要改 我剛剛的改法有沒有 原來是有工作表名稱的 是長上面 類似像上面這樣有沒有 它是A 那我把工作表名稱先拿掉 因為目前是同一張工作表 所以不需要工作表名稱 第二個的話 錢的符號也可以拿掉 然後記得在雙銀號裡面 記得哦 雙銀號裡面 把它改成兩個範圍 那怎麼拆成兩個範圍 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範圍 逗點第二個範圍就好了 所以啦 其實跟各位講 上面這個範圍 其實理論上應該也可以拆成兩個 如果上面這個有沒有 美元折線圖 其實理論上如果按照剛剛這個規則 其實應該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這樣子 就A冒號 這個第一個嘛 第二個的話這邊改成B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OK 這樣也OK啦 而且這樣感覺應該更精確 也就是理論上 你要畫圖 前面這個是X軸水平軸 這個是Y軸 有沒有 所以分兩個我覺得比較精確 那剛剛是因為你整個選起來 它就自己幫你判斷了 我把它分開好了 那為什麼要直接分開啦 因為將來你就抓到規則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再畫那個什麼 下一個欄位的話 下一個欄位是什麼 下一個欄位是 應該是歐元嘛 OK 所以如果歐元美元的折線圖的話 那其實說真的 你根本 假設你說老師 那我大概知道了 如果要畫歐元的話 那這邊把它改成畫 乾脆改成叫歐元好了 歐元折線圖 歐元折線圖 當然理論上一定是畫在哪裡 所以在下面這邊 這應該是21嘛 所以理論上好像慢慢有沒有抓到一個規則性 應該有吧 有沒有這邊是變成上面是1嘛 這個M1 M11下一個M21 下一個31嘛 意思類推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規則有了 第二個規則哪裡呢 這邊第一個是B嘛 第二個是C 這邊一定是D的嘛 OK 那直到哪裡 直到K就好了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所以理論上 你可以看到 會變的地方 就是只有 應該是幾個 應該是只有四個地方會變嘛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第四 那所以 而且你會發現 這兩個一樣 這兩個一樣 所以 其實只要兩個變數就好了 把那兩個變數產生之後 塞到這邊來 這樣子的話 跑個回圈 可是問題你要跑個回圈哦 那個回圈規則 你就大概要知道它有個規則性 有沒有 所以哦 回圈的話 如果是從0開始 從0開始的話 那這邊加0嘛 再來加1 應該加 1不對嘛 應該加10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10 就是乘上10的倍數 放到這邊來 可以啊 OK 或者其他啦 反正只要符合這個規則的一個公式 其實都OK 第二個的話比較麻煩 這邊第一次要塞B 第二次要塞C 意思類推 所以你必須要一個B C D E 但是文字跟數字不一樣 文字的話呢 它其實沒有像數字加1 就可以累計了嘛 可是如果文字怎麼辦 第一次B 第二次C 第三次D 那你要想辦法 這個我後來想個辦法 我用一個函數叫MID MID就切 然後我就給它一個字串 字串就B C D E F G H I J K 有沒有 然後呢 跑個回圈的時候 第一次就抓第一個 有沒有 把第一個字抓出來 MID MID函數有沒有 它不是 第二個參數是第幾個字嗎 然後第三個 抓一個字就好 固定一個字 那你只要在第二個參數地方 變動就好了 也就是只要 跟它講說我要抓第一次的時候 是抓B 就抓第一個字 再下一個抓到下一個字 就抓C 把它塞到那個變數位置 那這個地方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最難的地方 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十個圖畫出來 一直往下放就對了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其實我也不敢講太難 因為我怕有些同學會聽不懂 我盡量我已經講了盡量能夠理解的方式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寫法你不要一直拘泥在我的答案 你自己想得出來自己寫OK 我覺得你們的聰明才 你們聰明才是應該是 可能甚至有的同學比我更聰明 所以你寫出來比我更聰明的答案無所謂 對 沒關係 只要結果跑RUN OK 那就對了 因為我有時候想的方式是我的邏輯 我習慣的邏輯 跟你習慣的邏輯有時候真的不一樣 我發現真的每個人的 左腦右腦發達的狀態都不太一樣 有的人是左腦比較發達 所以他思考問題都會用比較是數字的方式去思考 那有的人右腦比較發達 可能用情感的方式 或者用文字的方式去思考 可能結果又不一樣 那沒關係 你可以思考一下 反正只要能夠符合這件事情 那就OK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歐元的話 歐元把它RUN一下 歐元應該OK 歐元把它改一下 可是其實理論上改兩個應該就OK啦 只是我大概怕同學有一些地方不太清楚 歐元又出來了 你說老師 那我十個啊 十個怎麼辦 你說老師我寫十個SURB 然後全部CALL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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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如果你實在寫不出回圈的話 這也是個辦法 但是這樣的程式真的沒效率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寫個回圈 那當然難度一定是最高的 只是說啦 如果你真的寫不出來 我跟各位講啦 你先求有再求好嘛 反正你先可以RUN 你寫十個 然後用CALL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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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可以跑嘛 誰會真的 你的老闆也不會特別說 你程式碼給我看一下 他會改改 不會啦 他只要看結果 你有RUN出來就OK了 至少不要用人工作業 他是希望用程式解決問題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先RUN一下 就是RUN三個 剛剛的重點就是改這個 M1 M11 M21 然後這邊改B C D 所以需要兩個變數 那也就是我們等一下 需要寫一個全部折線圖的一個 這個SURB好了 那把這個其中一個拿來改 試試看